音樂 哈囉大家歡迎回到說事 我是Vivi 我是Ruby 她是Moco 是快兩歲的狐狸犬女生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到宜蘭 之前我們在寵物友善大墓集的時候 就有收集到一個非常高級的景點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來開箱的 礁溪寒墓酒店 你想請問一下Ruby 就是你之前有來住過嗎 我沒有 但是我身邊的人都還蠻推薦的 好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就一起進去來體驗一下吧 那寵物進到飯店的話 是不能落地的喔 那如果你有需要推車的話 飯店都可以租借這個推車給寵物用 那就可以推他進來這樣 那像今天Moco啊 他就是跟飯店借推車 然後他就很乖的坐著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到寵物酒店讓寵物住宿的地方 那這邊叫寵物院 這邊就是有提供寵物的技術啊 還有寵物安親的服務 那就想請問Ruby 你之前有帶Moco去住過飯店的經驗嗎 沒有 但是我們有全家一起去住過那種寵物友善的民宿 這邊就是非常的高級 然後豪華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你自己的寵物就住在這邊會被忍到啊 餓到還什麼的就完全不用擔心他 因為他這邊就是有專人24小時在這邊住店的服務 對 那他這邊我覺得整體環境就是很舒服 嗯 真的 空間我是覺得蠻大的 對寵物蠻友善的 冒煌的話其實就是承襲了寵物酒店自然質樸的概念 所以就整體就非常的有那種溫馨的氛圍感 沒錯 這邊是狗狗可以住的地方 問你們家的狗狗是那種比較大型的 例如像黃金電群就15公斤以上的狗狗 那你就可以跟他們說你要加大 然後加價就是這個房間 那他們就會幫你把這個中間的隔板抽掉 你就變成零 你今天可以定一間 然後狗狗就可以住得非常的舒服 那我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房間 因為我覺得最酷的一點就是 他每一間寵物的房間都有配這一個 獨立的監控系統 你就可以在手機下載一個APP 你就可以透過那個APP在自己的房間 就可以看到你家狗狗在這邊睡覺 現在什麼狀況啊 你就可以馬上透過手機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超棒的耶 就是你在外面玩 都不用擔心你家狗狗發生那種事情 然後也可以看到他們都睡 吃好睡好啊什麼之類的 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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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到咧 搖慕 日常 天orer 燙到咧 飲替 威狗 我們要進行今天的狀狗的一陣 就是讓摩扣泡溫泉 好,要下水囉 要嗎?直接下囉 你要下嗎? 好,慢慢來 好像有點害的 好像有點害的 來,點腳交 好 你敢嗎? 它這邊的水是叫碳酸清納泉 對,是俗稱的美人泉 對 像這裡我們的水通常都會是一半溫泉水一半冷水 因為狗狗沒有辦法接受太高溫 對,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溫度是在30上下 30上下這樣 就是有一點點涼涼的 但是也沒有底屏這樣 對 是因為狗狗沒有汗線 所以牠們也不能泡太多 對,沒有錯 截 Chan 做一切機 所以 unding 我覺得你們兩個玩得比Moco還開心 pray 尤其是VB vista aceite 超彩的 诶? 螺旋丸? 她有说好弱的螺旋丸 好棒喔! 好像就是要给她这种 觉得她超不然的这种 你怎么这么棒啊! 好棒喔!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好棒喔! 鱼鱼! 说什么鱼鱼? 就像这种鱼鱼 这样你只能贴�账 我的鱼鱼 我要给大家的鱼鱼? 好棒喔! 你看 紅色的地方就是血管 然後它多餘的都是多餘的指甲 都可以剪掉 這個剪指甲還有親耳朵服務室 只要入住就會有的嗎 對喔 我們會看狗狗的意願 因為有些狗狗可能會很害怕 會攻擊 那如果牠真的很不喜歡 那指甲很常會剪流血 那我們就不會強迫幫牠剪 牠不吃 牠可能想要趕快下來 好啦好啦那放你下來好不好 剛剛開箱完寵物的房間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人類的房間囉 那我們等一下來開箱的這間房間的房型 叫做日式永泉居 我們就一起來room tour 一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牠一打開是一個mini bar 然後就是有配水 咖啡機 還有椒糖咖啡 那還是博覽咖啡的喔 ok 那我們就看下面 下面打開就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小冰箱 重點是裡面有裝滿了飲料耶 這個我超愛喝這一款蘋果不滋的 那這些飲料呢都是免費 就可以索取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到房間主體的部分 那它地板全部都是用榻榻米 剛剛我們從門口 然後一走進來 就聞到很濃的 它很香味 然後就整個超放鬆的感覺 現在我們就是來到床墊的部分啦 那在康姆酒店我覺得有一個最amazing的服務 就是它有四種枕頭可以讓你選 就這邊它有一個選單可以讓你選 就它有海綿記憶枕啊 乳膠記憶枕 化鮮睡枕 跟最酷的是茶葉枕 茶葉枕 你會選這個嗎 如果你來的 絕對會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茶葉枕 真的 然後晚上睡覺就是撲鼻而來香氣耶 超療癒 然後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就都可以帶電話給客戶中心 然後他就會幫你拿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地方就前往衛浴設備 它的廁所跟衛浴設備其實是分開的 那如果你在那邊洗澡 你就可以在這邊安心的使用廁所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走 要去泡澡的時候前面會有一個長長的走廊 左手邊這邊就是有一個洗手台 兩個人如果同時在這邊刷牙洗眼的話 就這邊走到都非常的寬敞 你也不會在這邊打架啊 很擠啊什麼的 就在這邊放心的刷牙 這邊也有一個很大的置物空間 女生如果有什麼化妝啊 化妝品保養品什麼 放在這邊都可以 那我們就跟著過來 泡澡的地方 它泡澡的地方真的超級大的欸 如果兩個人坐在這邊 看著外面的風景 真的是超級享受 它也是雙面採光 它裡面這邊看出去就是 很棒的很寬闊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陽台的部分 所以就這樣非常的亮 然後你就跟你的另一半啊 然後在這邊泡澡 就很享受 這邊一開水就是美人湯 這樣這樣流出來 就可以自己在房間 找做私人的泡湯 這間房型呢 有一個最酷的事情 就是它有附 SWITCH的部分 你可以把小朋友就丟在這裡 然後大人就自己去泡溫泉 不用管它 Ruby我問你喔 就參觀完房間跟寵物院的部分 你自己對於寒木酒店哪一個設施 你最印象深刻 就是跟寵物有關的那一塊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體驗過寵物技術 對然後這次體驗之後覺得很棒 因為我原本還想說會不會擔心它 看不到我們就會很緊張 結果我中間去看它一下就是它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很輕鬆 就是不需要一直顧著它 所以我覺得是還滿棒的體驗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參觀完寒木酒店的小開箱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請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